邓麗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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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邓麗欣十年情段 夜念春 就跑至了一部 失戀日 時間真的剛剛好啊 怎麼笑臉呢 可憐邓麗欣 失戀還要拍一部失戀戲 失戀日 拍了差不多一個月 剛剛 月底的時候拍完了 然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拍這部片 拍得很長的時間 比之前好像有點長 可是我覺得挺順利的 而且其實這個名字 可能有一點 真的太直接了吧 就是叫失戀嘛 然後其實內容裡面 有很多很多不一樣的部分 除了感情還有友情 還有親情的部分 所以不只是說愛情 你就剛剛經歷失戀了 一定很容易入戲吧 其實我 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 滿專業的演員來的 就是每一部 每一部戲 我都非常的入戲 我演的都是演我的角色 都沒有把我自己的 私人的情緒放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還好 除了邓麗欣 這部戲還有賣名式加盟 兩人率先在預告片演繹了失戀 一個含蓄 一個大情大勝 兩個不同的層次 到底現實中的鄧麗欣 是屬於哪一種呢 真實的我啊 真實的我 當然是一滴類的那個 比較真實啦 就是我 我可能會比較冷靜去處理吧 可是大家看見的那個 預告片的那個 都是角色來的 角色裡面的阿寶 我是演繹著阿寶 不是演繹著我自己 最近前男友方立生拍攝選美節目 美女在她身邊團團轉 但麗欣是不是也不想看了啦 我不是不想看 就是沒有 沒有時間去看 對啊 我剛才說什麼 那然後這個 這個圈子嘛 本來就已經很多美女啦 所以她做什麼 旁邊都是美女包圍著 所以 對啊 她應該很開心吧 好